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法定法律顾问市井瑟 这里是Real Canada有料加拿大 今天开始能为大家介绍 加拿大医疗体系的系列节目 先给大家做这个体系的介绍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节目 我是主要分享加拿大的移民留学定居生活 风土人情这方面内容 你要是喜欢我的节目 请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也可以通过私信和我联系 这样你在未来就不会错过我的分享了 进入今天的正题 加拿大的医疗体系和咱们中国的医疗体系 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它和咱们中国的医疗体系是截然不同的 从我们国家的医疗体系可以来说 它是相对开放的 每个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获取医疗资源 不同的医院各个科室 你都可以跑去挂号 挂上号你就可以去看病 但是加拿大的医疗体系呢 从这个整个架构系统上来看 是相对封闭的 这里在加拿大 你在看医生不是说你想去看就能去看的 加拿大的医疗资源 需要是按照许多既定的规则进行分配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是因为一个加拿大的医疗 是属于全民医疗 是免费的 那咱们国内的医疗呢 还没有做到这一步 很大一部分是需要自己掏钱自费的 那么加拿大的医疗物生服务呢 实行的是严格的分级诊疗 不同的层级进行分级诊疗 那个患者的病情处于不同的阶段呢 受到的那个医疗服务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讲 如果病情不是在特别急诊的情况下 这个医患者呢 首先需要寻找的是比较初级的医疗机构 进行通过这种专业的医疗服务人员求助 不紧急的情况下 那么加拿大的公民和永久居民啊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移民啊 或者新移民 以及部分符合条件的外国居民啊 大部分是分省份 不同国际留学生和临时工人这样的 可以申请参保这个所在省份的 政府制定的医疗保险或健康保险计划 得到全面的免费的医疗保障 那么尤其是加拿大永久居民啊 在登陆加拿大之后 首先的任务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马上去申请一张医疗保险卡 因为加拿大的大多数医院呢 和医生诊所所在的这种省份的医疗保险系统啊 都提供的是公费医疗的服务 那你每次去医院诊所看病的时候 都需要带上自己的医疗保险卡 或者是健康卡 你才可以接受到这个服务的啊 那么在医院诊所出示这个医保卡和健康卡之后呢 就不需要你支付医疗费用了 那么在没有医保卡 你去看病的时候 那可能需要你预先垫付费用 那么在之后呢 再在所向的省份部门申请报销 通常来说啊 这个各省的医疗保险卡 只限于在本省境内的医疗机构使用的 比如说诊所呀 医院呢 家庭医生呢 这里去使用 那如果到加拿大其他省份 你要去做短期旅行 或者是短期居住 怎么办呢 那么当地的诊所呢 首先也是会接纳你 但是它不一定能够立马核实你的医保卡的信息 有可能就需要你自己先行垫付医疗费 然后再向你所在的省份医保部门 申请报销就可以了 不是说你到别的省份就要自己掏腰包 不需要的 可能流程上就要多走一步 那么不符合加拿大 这个公立医疗保险资格的这种外国居民 比如说咱们作为短期签证的持有者 去加拿大旅行 探访 商务工作 那么甚至有一部分的国际生 那怎么办呢 那加拿大政府是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的 你看病是需要自己全额支付医疗费 那加拿大全额支付医疗费真的是相当的贵啊 如果你要是做手术什么 可能一天的治疗费用总共加起来都要一万 或者两万甚至更多的加币 这是一笔天价啊 但是那怎么才能规避这种天价的医疗费呢 那临时居民就可以参加国际访客旅行医疗保险 自己去买一份保险 意外保险 那么你去医院看病就可以通过保险进行报销了 其实保险的费用也不贵 那今天系列的第一期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节目的最后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叫家园百科 你通过百度或者谷歌搜索家园百科都能够找到它 家园百科呢是指关注加拿大的网络百科全书 不论你是想了解加拿大的文化求职教育房产信息 还想获取有关移民留学签证的权威资讯 相信你在上面都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我是市井思二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